各位提供的健康 我们中文所说的一句话 一遇为师一生为父 所以今天深早上我就用这段佛林美书的经文 上师徒 透过主的仆人 上帝自己的工人的角度 来思想一下 为他们感恩 刚才我们读了一个经文 所以我暂时不可以读这段经文 我直接要讲 要怎样分享 有些人曾经看过这一套新加坡的电视剧 《钱不够用》 《钱不够用》 我最近在新加坡的星期堂 他们的家庭演讲到的时候 听听他们的心声时 就觉得真的不够小 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屋的时候 就租屋、租房间 后来就住政府的总屋 后来有钱人就买一间屋 两个房间 有多些钱就盘三间房 再多些钱就四间房 再多些钱就五间房 然后是洋楼 然后是上Pent House 越整越大 当然是不够小 早期打算说 汽车在新加坡开车 你要特别有个准证 才可以买个外车的准证 然后这里又收钱 那里收钱人家不敢买车 不清之下已经盲目了 他们觉得钱是这么贵的 车是这么贵的 开车就要准备你钱给拖路对的 那会变得油是不够小的 我相信这个情节 就是钱不够用 这个是一般上人的问题 教会我们有另一个用词 人不够用 特别如果你问到我们的莫会长 那时候我们常常都用这个比喻 就是方会都以前一直用这个比喻 他说我们有十个水桶 那时候是九个桶 九个盖 其实现在没有九个那么多 十个水桶就只有七个盖 盖来盖去都盖不上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有很多礼拜台 有很多报道所 有很多发展的事工 但是他们是不够人手 但是相反之 我想一想后 你一方会说不够人手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好像 没有什么人想做传道人 那时候我又想 在马来西亚什么行业呢 不怕被人炒鱿的呢 做传道牧师 因为他经常都不够人 当然不会炒你的 但是National Service 没有什么人可以去参加的 抽到父母 抽到他的子女 哎呀 为什么抽到我呢 那又大学的时候 一学雅 为什么我儿子或者女儿 拿不到那个科系呢 有时候我也很想 为什么他不说我来申请神学院 SDS不收我呢 我从来好像很少发生这样的事 钱不够用 或者我们教会里面 好上是人不够用 但是服个今时今日 上帝自己的教会 仍然需要有很多上帝的牧人 男的也好 女的也好 我们都盼望能够上帝 给我们有足够的人 来去侍服 刚才读过圣经里面 就是保罗介绍的两位的童工 比较年轻的童工 当中里面有一个叫做提摩泰 另一个叫做尾巴佛提 这两个童工 怎么帮助保罗 在保罗的侍服里面 他和教会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他怎么样来帮助教会成长 怎么样来参与侍服 甚至他现在在监牢里面 弟兄姊妹仍然关心他的处境 腓立比亚教会 就是其中一间 很关心他 和他一起配搭侍服的教会 虽然保罗人在监牢中 他们在自由当中 但是他们都关心保罗的事况 为什么仰良保罗继续来密切的联系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说到他自己在监牢里面 他怎么样和这个腓立比亚教会 他保持联系 而且特别介绍两位童工给他们认识 一个就是平摩泰 在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 另外一个就是伊班佛提 在第十五到三十节 介绍这两位童工 猜派他们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来给这个教会得到宿灵上的帮助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你发觉到有几个重点的 比如说他们的宿灵生命的素质 他们的人际关系的素质 他们对教会的关心 他们热心的事负 这几方面都是很典型的 在读这段经文里面 保罗不是很聪明吗 有时候我读到圣经里面 那个保罗先生 那个保罗士和保罗 他几乎好像三头六臂那样 他一个人可以做几个人的事 虽然他很热心 他很流暗 他也很有冲净 但是人始终是人 人无可能一个人包了所有的事 包天包海 我们做不到 保罗同样的需要有提显指会 有其他童工 跟他来配搭 他有时自己都会觉得孤单 在监狱里面 特别是自己在关系当中里面 都是孤单的日子 需要人家安慰 鼓励他 所以在这段经文你读的时候 就会看到保罗那种心境 他怎么样提出他自己心里面的说话 他看到教会的时光发展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 无可能自己做完 他需要有人跟他一起的来帮忙 他盼望能够透过他的热心 他的热性 他那种侍奉的心意 能够影响到其他的人 特别是提摩派 以巴佛提 他们被影响之后 他能够影响其他的人 继续来参与师父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传道人的心境 心声 当我们自己参与师父的时候 我们也盼望能够将我们的热性 能够去辣刀一下你 而是你又一样会被冲击 而且我也盼望能够热心的师父 如果上帝有一天呼召你的子女 或者你自己本身来到师父的时候 或者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参与一个师父的行业 先看第一个人物 提摩派 在第二章的十九到二十四节 我就用这个和合本修地板 这个经文再读一次给大家听 保罗说 我靠主耶稣希望狠快能猜提摩派去见你们 好让我知道你们的事 而心里得到安慰 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 真正关怀你们的事 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派是经得起考验的 他与我为了福音一同服事 像代我像儿子代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样了结 我希望立刻猜他去 但我靠着主自信 我不久也会去 当你读的时候 你发现到保罗就先讲他自己 有这个心声 他说我盼望能够很快的猜派提摩派 去到他们当中 为什么要派提摩派呢 提摩派有什么素质呢 在第二十到二十二节那里 就讲到他有一些特别的特征 提摩派是一个能够和保罗一起同心事奉的人 提摩派是一个能够是关心 假挂念教会弟兄姊妹的人 提摩派是一个不求自己益处的人 而是顾念到耶稣基督的事的人 提摩派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了福音事奉的人 提摩派能够是尊敬保罗 好似于乙子专敬他的父亲和他父亲一起同心同怒的人 保罗说我很珍惜的这个童宫 我派他来到你们当中建立你们 帮助你们 当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忽然发现出来 就是保罗和提摩派之间的关系 保罗影响了提摩派 提摩派其实从这经文看过来就知道 他就好像是保罗的徒弟 保罗作为师傅 带着提摩派 从他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带着他 提拔他 不断地来辅助他 来到去建立他 甚至到一天 能够照他自己独当一面的 应付教会的需要 旧约神经里面有很多个这样的人物 譬如说摩西 他都是一直带着提 约书衙 辅助约书衙将来有人能够去继续 他所做的事工 以利亚先知同样一样 带着一位的以利沙 辅助他将来有一天 能够继承他所做的工作 甚至心润里面的耶稣都一样 他作为师傅 带着十二个伴侦 辅助他们 栽培他们 直到有一天 他们能够继续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 保罗会说 我都是一样的 上司来带领我下一代的领袖 能够继续发扬方大 他所做的事工 我相信这种心境是重要的 每一个传道人 全都盼望 能够收回几个徒弟 能够将他们在心里面 一些从上帝所学到回来的 或者想领会回来的一些智慧 能够pass on 传达给下一代 以至教会继续的 是有人才 是继续的能够去发挥 这个就是第一段经文 保罗介绍提摩泰 提摩泰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领袖